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各地的信仰结构也多与地理环境 人文因素有关 其初 各地的信仰都是认为 冥冥中有许多神明在掌控着一切 祭祀祈福 能够使人们的生活更美好 这些信仰本身也是时代的产物 与大多数人们愿景一致的才得以流传至今 然而 这些原始的信仰也在发展 同时夹缝中又逐渐出现了其他类型的职业 如元皇丹青 门人为本地民俗信仰从业者提供各种装备 极精美的神像与顺手的法器 有些行脚的商人 专门去各地搜集法师们做法师需要的种种古怪材料 更有甚者 古玩贩子也会将民间法本 法器收集起来 单独归成一类 找到是法师兜售 随着社会发展 宗教整体的衰落 也使得这些夹缝中的行业逐渐消失 那是四年前 道友快三海邀请我一起去天津做事 三海是我的道友 平日在市里的封建迷信一条街 开算命馆 要是遇见了些需要做法师才能解决的情况 便会喊我一起去 事后给我一份酬劳 宅主是为天津的大姐 姓谢 平时自己做点小生意 前段时间 谢大姐来湖南旅游 去拜了拜市里的大寺 顺便去了三海的算命馆 聊了几句十分投缘 便邀请三海回头去天津给他家看看风水 做些欺负攘哉的法师 谢大姐本身也没什么具体的麻烦 只是想通过这些法师能祈求顺利平安 我和三海这次的天津之行非常悠闲 到天津市已是晚上 谢大姐也没着急着让我们开工 先是带着我们吃顿饭 嘱咐我们在酒店好好休息 隔天再做 隔天一早到了谢大姐家里 三海取出罗盘来定山尾 四处走走看看 我便在门口大谈准备法师 忙活了大半天 我这里已经忙完了 还剩下一点收尾的活儿 要去门口附近的位置烧些钱纸 仇神 等着三海忙完了一起下去烧 牛头一看 三海列了个单子 里面有各种要采买的风水百件 震悟 吩咐谢大姐去买 谢大姐便将纸条收好 跟我们一起下楼去 我这次来没有带钱纸 而是让三海提前通知谢大姐买好 没想到天津的钱纸较为轻薄 体积却很大 湖南的钱纸压得很实 一麻袋足有两百斤 很难十里山路不换肩 谢大姐买了五十斤钱纸 却足足装满了六个大号塑料袋 我们仨人提着大包的钱纸下楼 找了个屁镜处 堆起来慢慢烧 怕引起火灾 所以我们一直在旁边看着 正烧到一半 三海用手指捅了捅我的腰间 我小声问他 你要干嘛 三海朝我侧后方眨了眨眼 一弩嘴 示意我回头看 我扭过头去 只见一个穿了连衣裙的姑娘 站在离我们不到二十米远的地方 正盯着我们看 姑娘约莫不到三十岁 不得不承认她容貌美丽 有点像电视上那些女明星一样 寻常我们做法是烧纸前 旁人多是不愿盯着看的 我不禁开始考虑 她是否要找我们麻烦 我悄悄对谢大姐说 那边那个姑娘不是物业的吧 她是不是不让我们烧纸啊 谢大姐扭头看了一眼 说不会 我没见过她 不是物业的 不用管她 三海忍不住又看了她几眼 说长这么漂亮 不去做明星也真可惜了 我拍了一下三海 催促的快点烧完 这期间 那位姑娘一直没离开 始终盯着我们看 有一种似乎想上进前来 又不太敢的模样 我总觉得被她盯着有些发毛 赶紧把钱纸烧完了 催促三海回酒店休息 谢大姐跟我们约好 晚上一起吃饭 颠镜子上楼了 我跟三海俩人出离山汗 打算回酒店洗澡 从那姑娘身边路过时 姑娘轻轻地说了一句 你们是师公吗 这句话让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只有南方少数几个省份 民间信仰从业者被称为师公 其他地区 师公只是单指师父的师父 即使在湖南 我庙胖的乡亲们 也是喊我赵道长或者赵师父 到了天津来 这边似乎习惯喊大师 谢大姐一直管三海叫快大师 管我叫赵大师 这边的宗教信仰 文化习俗与湖广地区也完全不同 我又看了看眼前姑娘 个头不高 五官尽是南方女子的细腻 兴许她本是南方人 所以知道这些 三海或许也有类似的疑惑 停下了脚步 学着电视上的东北口音 对姑娘说道 咋的了大妹子 有啥困难 尽管跟哥说 姑娘禁不住笑了出来 但转瞬就变得冷静下来 眼神黯淡 说两位师父忙嘛 我这就是想请教一些事 姑娘一口流利的精片子 让我不禁对她充满好奇 三海说 行啊 说吧 我这里保证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 姑娘左右环顾了一下 说 这里说话不方便 我们去找个咖啡厅可以吗 三海爽快地说 行 你选地方 姑娘带着我们出了小区 走到街边的一家咖啡馆 这家咖啡馆面积很大 生意却冷清 正好适合谈试 姑娘安排我们坐在最里面的一张桌子 点了些零食饮品 三海直夸着姑娘懂事 定是有福报之人 姑娘羞涩地笑了笑 简单自我介绍了下 她姓罗 刚二十九岁 北京人 在天津已经住了六七年 三海也跟罗小姐 说了我俩都是湖南来的 在这里接了个活 做完就要回去 我说 您是遇见什么麻烦了 罗小姐说 赵道长 您对合合主了解吗 我点点头 说 先说好 您如果是单相思 我无能为力 罗小姐眉头皱紧了些 问道 为什么 三海插嘴道 这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 总不能是我喜欢迪丽热巴 做个法师 就能跟大明星谈恋爱 得看缘分的 罗小姐说 那什么程度的感情缘分 才能做合合 三海有些 支支吾吾的说 你们俩首先得认识吧 其次是 俩人得谈过恋爱 而且不是很短的时间 不能说 相亲你对他有好感 他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一起吃了顿饭的交情 这种情况下 做合合也没用 我打断了三海的话 说 罗小姐 非常感谢您的招待 但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您要是能拿出结婚证来 我就可以试试 但是其他的情况 我是不打算接的 本身 合合数是在两个人 有感情有缘分的基础上 才能做 比如 婚姻中 两个人感情出现了 劣戏 我是愿意做合合的 合合数的本质 就是为了让家庭和谐 我不能相信您的一面之词 如果说 您是看上了一位有妇之夫 或者有女朋友的男士 对我隐瞒了真实情况 且不说到底能不能成功 这件事是违背我的价值观的 我不会接 如果是您单相思 对方甚至不认识您 我也是建议您 不要浪费钱了 这根本不可能 要是我今天昧着良心接了 事情可能会发展到 大家无法接受的局面 说完 我站起身 打算和三海一起走 三海赶紧打圆场 拉着我的手 让我先坐下 说 姑娘 您先说说 您这是什么情况吧 罗小姐表现得异常冷静 这更让我感到疑惑 只见她捋了驴耳边的头发 说 我不是要做合合 我是想搞清楚 如果对方对我 没有任何的爱慕之情 做合合 会有什么结果 我说 说实话 这种情况我没做过 但我知道 而且确定 法师是没办法扭转别人心里的念头的 世界上有这么多宗教 如果有办法改变别人的想法和念头 这个世界早就被统一了 不存在任何一个异教徒 以前做合合 也大多是给感情出现 利息的夫妻做的 本身两个人是有感情有缘分的 因为一些生活中的变故和琐事 变得不那么和谐 做法师 会让夫妻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些过去的美好回忆 一起同甘共苦地点点滴滴 自然而然会放下误解 互相包容 重新回到生活正轨上 这也是为什么我拒绝给这种婚外恋 三角恋作合合 它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副作用 比如破坏感情 婚姻 至于你说的这种情况 我认为 即使做了法师 也没有任何作用 因为你们没有感情基础 罗小姐低下头沉思了一阵 说 我听说 在你们湖南 有一些施工会很特殊的法师 将竖法师在一片树叶 或者是一根稻草上 然后放在一些不起眼的位置 有女孩子踩到这片树叶 或者从这根稻草上跨过去 我和三海一口同声地接话道 然后就会中招 喜欢上这个施法的人 罗小姐微微一笑 说 看来你们都听过这个故事 三海说 这种事可能有 不然也不会在湖南到处都有听说 但我们没见过这样的法师 这一类的书法 在我们湖南交嗨手 会这些害手的法师 施工 我们叫他施师 尚不得台面 因为我们那边 法师大多住家里 若是个施师 连里相亲的都不待见他 平时见得面不打招呼 路过他门前都绕着走 很多施师收不到土地 慢慢地也就没人学 逐渐失传了 罗小姐说 就是你们认为 这个法术可能存在 但是你们没见过对吗 我点点头 说 是可能存在 毕竟世界很大 是有可能的 但也一定会有极大的副作用 一般这些施师学的书法 大部分是绝法 绝法对自身有很大的伤害 就像网上流传的所谓五比三缺 我们一般就算知道有人会 也不肯去学的 罗小姐说 那如果有人背下了这样的合合数 你们能解吗 我说 我从业这些年 说实话 我没见过背下的这种害手的人 但是多了解一些情况 能想想办法破解 我突然有了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问道 莫非 你是被人下了这样的害手 罗小姐没有回答我的话 而是自言自语道 这些年 我到处去打听 到处去问 有人跟我说 这就是合合数 有人说这是请讲 都说可以解 结果就是 我试了很多很多次 都失败了 您是第一个告诉我说 没见过这种竖法的 我该相信谁 我听出了他心中的悲伤 说道 这种情况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本来竖法的种类就繁杂 我一个人 没见过不要紧 肯定有很多人见过的 就算大家都没见过 也没关系 一点一点屡 总会有个头绪 您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想听听您这件事 从头到尾的始末 需要您详细说说 罗小姐用手捂着脸 沉吟了几秒 才肩肩把手放下 缓缓道 大概是八年前吧 我大学刚毕业 也没着急找工作 我家里条件还可以 北京人 你也知道 家里拆迁补了几套房 租出去房租 足够我家里人开支 我就到处旅游 玩 跟同学和朋友一起 吃吃喝喝 日子过得很开心 有一次 我们一起到天津来玩 有很多朋友 朋友的朋友 在这边的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 席间就有一个人 朋友说他是个道士 但是 我看他既不留长头发砸发际 也不穿道袍 我还觉得挺有意思 跟那白云冠的道士都不一样 然后当时他就跟我说 他们这一派 跟白云冠的不一样 白云冠的这叫全真派 是要虚发的 我点点头 说 对 全真派要求会严格一些 要在道观里注 虚发 有很多戒律 比如不能吃肉 不能结婚之类的 罗小姐继续说 当时我觉得特别好玩 就跟他多聊了一阵 问他住在哪 平时做些什么 他说他是法教的 湖南人 自己在天津有套房 平时就借一些法师做 我说白云冠的道士 都是做些拜太岁 超度之类的法师 你自己一个人 又是住在家里的 做法师去哪里做 他说 他这个不一样 如果有机会可以带我去看 当时我就更有兴趣了 就跟他互留了电话 他让我叫他猪道长 之后我又回北京了 平时也跟他聊聊天 他邀请我好几次到天津 来看的做法师 我想我这也没什么事 加上这些事情 还挺吸引我的 就答应了 我到天津来得特别热情 亲自去火车站接我 说已经帮我开好酒店了 就在他家附近 我心说 这猪道长还挺客气 热情好客的 就住下来了 他也没着急着 带我去看他做法师 就是到处逛 玩 吃海鲜 吃火锅 这期间 我发现他特别温柔 出门一定会带着伞 湿纸巾 还有一些小工具 要是下雨了 随时都能拿出伞来 天热出汗 他也能拿出纸巾帮我擦 但是我就觉得 他这个温柔 好像有点太夸张了 三海说 表现出一些暧昧 罗小姐点点头 说 比如我指甲劈了 还会拿出指甲剪 全套的修甲工具 帮我修指甲 还会把这些脏指甲 收起来装好 说拿去扔 我当时还觉得 他挺讲卫生的 我听到这里 已经明白了一大半 一排大腿 说 坏了 三海说 这男的是对你有意思 我说 重点不在这 他带这些东西 是为了让罗小姐放松警惕 以为他是个特别温柔细心的人 实际上 他是在偷偷采集罗小姐的指甲 三海恍然大悟道 对啊 这孙子真是阴险啊 罗小姐听到我说的话 仿佛对我很认可 眼睛里似乎蹦射出光来 说 照到掌宁 还是挺厉害的 当时我就完全没这个概念 只是觉得 他有点过于暧昧了 但看他那么热情 拒绝又不太好意思 也就随他变了 三海说 后来他带你 去看法师了吗 罗小姐摇摇头 说 没有 他跟我说了很多 关于你们湖南那边的信仰 风俗习惯 还有种种书法 我当时觉得好神奇啊 就问他 能不能让我看看 法师是什么样的 他说 这些法术不能随便乱用 必须得帮有缘人 反正就是 跟我说的特别神秘 我问道 他提前帮你开好了酒店 是不是最后你走的时候 他没着急推房 甚至可能还要求服务生 别着急打扫房间 三海皱着眉头 说 这是什么毛病 练物皮呀 罗小姐说 我记得特别清楚 有个朋友约我隔天 一起去吃日料 我就跟朱道长说 我得回去了 票已经定了 我自己走就行 不用麻烦他 他还是硬要送我去车站 而且是让我把房卡给他 他自己回头来推房 当时说 害怕退房麻烦 误了火车 从酒店房间里面往出走 那个打扫卫生的 宝洁大妈 正推着小车挨个打扫呢 朱道长就过去跟大妈说 我之前住的那间房间 不要打扫 万一有东西忘在房间里 他回来可以找得着 三海说 这啥意思啊 我说 你还没明白啊 他头发肯定会掉在 要么下水道 要么枕头边 三海一拍脑袋 说 这整个就是一个圈套啊 罗小姐说 我要是早些遇见你们 也就不至于掉进这个圈套了 说吧 罗小姐低下头 咬着嘴唇不说话 我说 那你后来是怎么发觉 被他下了害手的 罗小姐咬了咬牙 说 然后他就隔三差五发一些 短信息跟我聊天 接着就说喜欢我 想让我做他的女朋友 但是那时候说真的 我对他一点爱慕之情都没有 那时候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说不喜欢就直接不理了 还是会婉转一些 含蓄一些 我就说希望能做好朋友 就不要涉及男女之情了 再说 他比我大七岁 我也不可能找个 比我大这么多的男朋友 我家里人指定不会同意的 三海说 他怎么回复你的 罗小姐说 他就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说 你现在不答应 已经晚了 三海问道 那你是不是当时就发现自己 突然喜欢上他了 罗小姐摇摇头 哭笑道 要是真的让我喜欢上他 也就不会这么难受了 我说 我觉得这个是 传说归传说 人们都喜欢夸大其词 说的人过瘾 听得也有趣 本质上我认为 不会存在有什么法式 能扭转别人的观念 想法 不然世界早和平了 大家有不同意见 做个法式就互相理解认同的话 还怎么会有战争 就算他条件非常艰难 比如说 需要头发指甲这些东西 各个国家手脑准得提光头 每天有专人秘密保护这些身体上可能掉落的东西 不然就会被人拿去做法式 这个叶子的故事 我听湖南各处的人讲过 我一直都觉得是夸大其词了 可能性比较大的事 罗小姐不答应他就遭受种种意外或者身体不适 罗小姐点点头 说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 我就心里有点害怕 他会不会对我做什么法 让我失去心智喜欢上他 但我仔细观察了几天 一点也没有 想起他来还挺反感的 我想兴许是他道法不够深 没能成功 所以也慢慢就不害怕了 隔了三天 我跟朋友约好了一起去逛街 出门的时候觉得精神有点恍惚 沿着路岩石那么走 一不留神就摔在路边了 一辆大车开得飞快 刚好从旁边过去 给我吓得 要是稍微再往路中间摔一点 我就得死呢 站起来以后 我找了个地方坐了半天才缓过来 这时候手机来短信了 休息三秒 喝口水 马上回来 三 二 一 我回来了 喜欢我故事的听友可以点赞视频 以及订阅我的油管频道 搜索燃烧的故事 您的支持是我日更的最大动力 回到故事里 三海说 是那猪道长发的 罗小姐说 可不是吗 短信里原话我记不清了 大概意思就是 让我先知道知道厉害 如果不同意做的女朋友 后面还有更严重的事发生 三海呸的一声 说这王八蛋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 我说 你当时应该是很不情愿的 后来还发生过什么 罗小姐说 我当时就给他堆回去了 我说谈恋爱 这是你情我愿的事情 我对你没有好感 别拿这些牛鬼蛇神江湖把戏吓唬我 他也没生气 就说走着瞧 我没理他 就跟我朋友一起去逛街了 结果隔天早上一起来 我就像病了一样 说不出哪难受来 但就是不舒服 什么都不想吃 躺在床上睡不着 睡着了就睡不醒 整个人昏昏沉沉的 量体温也没发烧 身上也不觉得冷 没有咳嗽 没有鼻涕 一连一个星期都是这样 去医院挂了个专家号 大夫说 我可能是累了 我又不工作 天天到处玩 我怎么会累 正这么想着呢 我突然就像睡醒了一样 没事了 手机又来短信了 还是朱道长发的 说每个星期让我休息一天 要是忍不住了 就答应做的女朋友 三海恨恨道 那不能答应啊 这不是耍流氓吗 罗小姐说 我当时就那么说的 这是不可能 你下了什么 咒啊福啊的害我 没证据 我也拿你没办法 但你要我做你女朋友 这是绝对不行 你要强迫我做什么 那可是有证据的 我报警抓你 看你用你的书法 能不能从看守所里逃出来 她也有些陋怯了 就没再逼我 但还是这么每个星期 让我浑身都难受 我说 那你后来搬到天津来 罗小姐说 她就一直摸我 腻歪人 说什么喜欢我 今天给我发首诗 明天给我写些特别暧昧的话 希望我不要记恨她 她是什么 喜欢我太深 忍不住 最后就说 让我搬到天津来住 每周她请我吃顿饭 我说我不想见到她 要是限制我的人生自由 我就跟她同归于尽 就这样又纠缠了很久 我自己实在觉得不舒服 她也知道我脾气倔 想着是不是能用时间来感动我 互相妥协了 我搬到天津来住 这几年里 我就到处打听 湖南那边的书法怎么破解 我不能去湖南 她要是知道我不在天津了 肯定要让我不舒服 只有逢年过节回北京去看我爸妈 我只能在网上搜些资料 找到是法师帮我破解 可没一个能真正破解的 到现在就是拖着 我不敢离开这里 一直跟我爸妈说 我在天津工作 现在我爸妈都不知道这事 我说你现在身体 还有那种不舒服吗 罗小姐说 现在有一点 但不是很严重 就是如果她发好多信息 我都不回 或者打电话 我一直不接 就会有明显的不舒服 我突然灵机一动 问道 是不是你找的倒是法师 都是让他们去做 类似斩桃花 解合和这样 跟感情有关的法师 罗小姐点点头 说不然呢 我说我搞明白了 这其实压根就是两件事 你俩本来就没有感情基础 你的抵触心理还比较强 这种情况她做何何也没用 她给你做的 应该是类似拘魂的书法 这个书法用在这方面 我倒是头一次见 朱道长还是挺能折腾的 罗小姐疑惑到拘魂 我好像查资料的时候 看到过这个词 三海说 就好比是把你的魂给绑跳了 他那边随时可以捉弄你 罗小姐担心地说 那我有生命危险吗 这个能不能破解 我说 如果找对的方向 应该很快就见效 你之前在网上找的一些师傅 应该也有真家伙 只是可能你当时不方便 跟这些师傅 把情况从头到尾说明白 所以这些师傅 也就在给你做一些类似感情祈福的法师 不对证 罗小姐说 那我现在怎么办呢 三海说 做法师把你魂招回来 罗小姐问道 可是像你们说的 他那里有我的头发和指甲 要是他再把我魂绑架了怎么办 我说 所以需要你去买一些特殊的东西 我们帮你摆个迷魂阵 让他找不到你 我问咖啡馆的服务生要了纸笔 写了各种需要的材料 让罗小姐去采购 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 暂时告别 我和三海去找谢大姐吃晚饭 到晚上十点多 罗小姐给我打电话说 材料准备齐了 我和三海赶到罗小姐家里 我让罗小姐刺破手指 将血滴在提前买好的四个纸人身上 又把头发指甲也取了一些 分别塞进纸人中 准备好以后 把纸人放在罗小姐家附近的四个方向 这时候已是深夜 倒不怕路人捡走 我吩咐罗小姐在其中一个指人处等着 接到我的电话就马上点燃指人 这样就算朱道长发现魂被招回去了 也来不及重新做法事 我和三海在罗小姐家里搭谈 做起了招魂的法事 破费了些功夫才成功 我赶紧打电话给罗小姐 说就现在赶紧点 我从客厅的窗户上看下去 罗小姐站的位置已经亮起一团火光 这下我放心了 和三海一起下楼 帮罗小姐把另外三个指人也烧了 我对罗小姐说 这三个指人就是幌子 保护你的 烧掉以后就没事了 他那边如果再拒你的魂 会自以为成功了 但是你这里完全不受影响 至于之后 你想怎么做就随便你了 罗小姐说 我刚烧那指人的时候 就感觉清醒了许多 现在没事了吗 我说 你现在开始不接他电话 不跟他联系也没关系了 想去哪生活就去哪吧 罗小姐说 才没这么容易 我要回头作弄作弄他 三海故作神秘地 跟罗小姐说了几句悄悄话 说得罗小姐咯咯直笑 我跟罗小姐嘱咐了一些 日常要注意的事 罗小姐也给我和三海包了红包 约定如果离开天津了 一定到我庙里来还愿 三个月后 三海果然带着罗小姐 到庙里来还愿了 这期间 罗小姐顺利谈了男朋友 把许多甜蜜 献傻旁人的照片 发给猪道长看 气得猪道 常大病立场 但也奈何不了他 此后的几年里 罗小姐还时常到处游玩 路过湖南时 总会到庙里来烧香 好了 听友们 这篇故事到此结束 敬请期待 下一篇更精彩 请期待